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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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各位牧師同同大家午安 我是救邪救命的創辦人 那今天也是少數民族的代表 我代表的是40歲以下的民族 那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在這個跨代的合作的對談當中 的確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更多更多的 不同的時代的代表 那當然今天呢 我也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想要談的議題 是跨代宣教的夥伴 那重點是三個不同的關鍵 能夠跟不同世代合作的三個關鍵 那我自己呢 的背景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是 請幫我按下一張 謝謝 我們自己的背景其實就是蠻跨文化的 這個是我岳父他們家的照片 我岳父生了四個女兒 OK 我也生了四個女兒 那岳父呢他年輕的時候就說 他希望是有亞伯拉罕的祝福 但他搞不清楚狀況 他不知道亞伯拉罕的其中一個祝福 是成為萬國之父 所以他的四個女兒都嫁給了不同的膚色 不同種族國家的人 老大嫁給了美國人 老二嫁給了德國人 老三嫁給了台灣人 就是我啦 然後老四嫁給了盧安達人 加上領養的小孩子 而且平均每個女兒都生四個以上的小孩 所以就變成了 彩色筆的各種顏色他都收集到了 所以大概在這樣子礦文化的背景之下 然後又在十年前 請我們看一下下一張照片 大概又在十年前呢 我跟我太太創辦了這個協會 救協救命國際基督關懷協會 主要就是在非洲現在十幾個不同的國家 在做很多的人道救援的工作 不管是挖水井 蓋學校 社區發展 或者到訓練 拆派宣教士 以及到所有的這一些 我們想像得到的偏向工作 我們大概都有參與在這當中 那在這樣子的背景當中 也當然跟很多不同的宣教機構 很多不同的年齡層的夥伴 有很多很多的合作 所以今天就是要談 在這些年裡面 到底學到了什麼事情 怎麼樣跟不同年齡層的 時代的人這樣合作 那在被賦予這個題目之後 我第一個想像就是說 那我趕快先來網路上面去查一下 到底這個不同時代的代表是怎麼樣 那我就想到一個遊戲 我們一起來玩一下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因為有太多太多的時代了 什麼X時代 Y時代 Z時代 嬰兒潮的 所以我就不一一列出來 但我用比較代表性的嬰兒潮是我爸爸 然後Y時代是我 然後Z時代是我女兒們 這種感覺 那我們或許牧者們都已經知道 這個議題本來存在 已經在我們當中 而且甚至大家可能都讀過了 那我們就來猜猜看 請問你覺得網路生活好了 它是哪個世代的 Z Y或Z都有人講 請問拼命工作是哪個世代的 嬰兒潮 請問一下沒談心是哪個 不要亂講 那個請問 場子不對 來我們直接按下一張照片 這個是網路上面給的很多的很多的 當然因為項目太多了 我就沒有一一列出來 那我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每個時代好像都有他們的特色 然後大家都這樣講 大家都這樣講 這個時代就是這樣 這個時代就是這樣 那我突然想到有一個遊戲 那這個遊戲可不可以另外一個版本 讓我們看下一頁一下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這樣來分別種族啊 在這個政治正確的時代裡面 這張照片如果真的有人回答的話 我們等一下出去都不用混了 我誠實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千千萬萬不能這樣弄 我自己在做這張簡報的時候 我都跟我太太講 覺得很恐怖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你不能夠用一個字來形容一整個種族啊 每個人都不一樣啊 對不對 如果你還沒有認識這個人之前 你先知道他是哪個種族的 然後你就覺得說 我猜他一定是這樣子的 你這個就完蛋了 這個就是種族歧視了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 不能夠一個形容詞一個單字 來形容整個種族 那我們怎麼覺得可以用一個單字 一個形容詞來形容整個年齡層呢 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都知道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你不可能用簡短的一個字 來去形容一整個族群的人 那換句話說 我們都知道某些長輩超有創意 超級猛 超級衝 超級冒險的 我們也知道某些年輕人 他就是不會用電腦 像我就是不會用IG的 大家都在講說年輕人 老人家長輩才用Facebook 然後年輕人用IG、TikTok 但是我就是不會用的那一個 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同 所以呢 我們應該要有第一個關鍵是什麼 就是不要在別人的身上貼標籤 我們看下一頁 好 再按一下 不同世代要合作第一個關鍵 就是不要在別人身上貼標籤了 你還沒有認識他之前要記得 你最後還是要以他這個人是怎麼樣 他是一個人 他有不同的個性 他不代表他那個時代 當然我可以理解為了要研究 我們都知道華人教會普遍怎麼樣 這個群種普遍怎麼樣 這個年齡層普遍怎麼樣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到最後你要知道 你跟一個人相處 他每一個人都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就覺得說我們不要再說 這一個時代的年輕人都很爛了 不要再這樣一句話這樣講了 是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很爛啊 不是這個時代的問題啊 有一次我跟子俊牧師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問子俊牧師說 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 這是什麼Internet 什麼東西很多很多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時代不好帶領 因為子俊牧師是很有代表性在台灣 跟很多青年在一起的 那他就跟我說沒有沒有都一樣 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其實都一樣 不要過度的把這個時代的年輕人 把他講得好像很不一樣一樣 這就讓我想到有個廣告喔 有個廣告他是這樣講 我們看下一頁 他那個廣告一開始的時候 就在講這個時代的年輕人 哇超級叛逆 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不聽話 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很怎麼樣那樣子 那最後廣告的結局說什麼 看下一張 就跟上個時代一樣 再看下一張 就跟上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 你去看discord時期的人沒有比較好啊 你去看嬉皮時代的人 他不是一票吸毒的 年輕人都一樣啊 每一個時代都有年輕人的問題 所以我想還是要回到那個 不要貼標籤在一個時代的年輕人 或者某一個族群的人 不管是哪個時代啦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一下 所以傳道書上面就講了嘛 以前已經有發生過的事情 還會再發生啦 以前做過的事情也都還會再做啦 日光底下沒有什麼新鮮的事情 不管是哪個時代 人就是人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是 把我們彼此身上的標籤都撕掉 不管是哪一個年齡層的 那第二個關鍵 我覺得可以講什麼呢 我們下一張照片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願意彼此學習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態關鍵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一下 這是經文上面就說 這個北利比書第二章他就談了 我們要看別人比看自己還要強 記得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強項 我們每一個人在神的設計當中都不一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澳洲十八歲 十八二十歲那時候信主 那時候我的牧師就是一個流氓牧師 他也是混幫派的這一種 那他呢就帶了一票 全部都是小混混 然後有一天呢 我們大家就要再做見證 就辦了一個 那個Christian community event 就是一個社區的活動 然後就我們這一票兄弟就開始要講見證了 第一個上去就開始講 我以前賣毒的 我吸毒吸毒的胸 然後怎麼樣 信耶穌就不吸毒了 哇 然後下一個就上去 我以前混幫派的 我告訴你 信耶穌救了我為命 我就不混幫派了 我在下面看著 我就哇賽 我這下不殺兩個人 怎麼可以啊 總之接下來就要換我講了 那我也上去講了我的見證 這邊就不細談了 總之我講完之後呢 就換下一個年輕人上去講 這個年輕人就牧師的兒子 乖乖排的啦 一輩子乖乖排的 沒有做過什麼事情 在教會讀經的那一種 然後呢 這個時候我就聽 就聽聽聽 突然之間我的牧師就靠過來 在我身邊 親身的跟我講了幾句話 那你要知道我牧師 他以前真的是混幫派的 他三歲的時候 爸爸就在門口被殺掉 然後他媽也是酒鬼打他們 他的家族就是混幫派的 然後我的牧師就在我的耳邊說 你看這個年輕人的見證 多棒 多精彩啊 我想說你跟我聽的是同一個人嗎 然後我的牧師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我多希望我的孩子就像他這樣子 你知不知道我從小到大 如果聽過這樣的見證 在這樣的家庭 他的父母親多愛他 然後他現在未來 可以為社會做點事情 這多感動啊 然後我就突然之間意識到說 哇塞 不管在分享見證 不管在教會裡面做事情 或者遠到宣教工廠 不是只有你的方式最厲害 上帝用每一個人的不一樣 不同的策略不同的特質 不同的見證去reach out 去影響不同的人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認為 很厲害的東西 才真的是最有效 別人有人就不吃那一套 所以我就覺得說 真的我們都是同一個肢體 有不同的功能 然後我們都可以彼此來學習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要跨代也好 跨文化也好 我們要embrace 我們要擁抱彼此的不一樣 甚至讚賞彼此的不一樣 我跟大家舉一個案例 以救鞋救命這個機構來談 其實我們在台灣算是蠻奇特的存在 是蠻非典型的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一下 救鞋救命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搞了一個叫做病毒行銷 大家知不知道病毒行銷是什麼 就是很快速的會在網路上 串起的東西 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談說 我們非洲那邊要蓋學校 為了要改變孩子們的教育議題 你可不可以捐一千塊給我 然後應該就沒有人會管我 沒有人會參與我 但是當年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非洲土壤裡面有蟲 沙澡 我們孩子的腳全部都爛掉 你家裡有沒有不要的鞋子送給我 我們可以送給非洲孩子有需要 這一件事情就開始被網路上傳開 一次 一百次 一千次 一萬次 大家有鞋子就噴出來 然後跟阿姨講 跟叔叔阿姨鄰居 所以整個台灣就幾萬個人參與在這當中 就變成了現在救鞋救命的初步 當然這十年過去我們現在的粉絲團 應該已經五十萬人了 所以每一次我們要辦活動的時候 有觸及率大概會在五十萬到一百萬的 這樣子的觸及率 也就是說台灣很多人大概都會知道 參與這個活動 那當然也因此會有很多的志工 每年大概有三千多個志工 在我們這邊做這些人道關懷的志工服務 那也跟外交部有合作 也跟政府有合作 或者是跟宣教圈子裡面的人有合作 所以是一個蠻典型 算是有點創意的機構 所以這個禮拜我可能在宣教圈的峰會去分享 下個禮拜可能是在外交部的NPO圈分享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們的問題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有創意的 很快的 衝很快的機構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非洲其實是做家庭教會的 在十幾年前我的岳父當時就在非洲 希望說每個聖徒他都應該有空間去發揮他自己的恩賜 所以我們就用這種所謂拆派式的 路加福音十章的傳福音方式 就是每個人都衝出去衝出去 然後建立很多的家庭教會 大概在七八年左右 就建了120個家庭教會的聚會 在三個國家 所以外表看起來都非常非常的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 就是大家想像中的非洲這種家庭教會的發展 但其實內部有一大堆問題 我們根本抓不清楚聚會的資訊 也就是發展得太快 會有根本尾聲都不穩定 然後或者是裡面神學的基礎非常糟糕 就是我們這種有那種信主六個月 然後就開始他自己去開創了 我們也不知道他是誰 就開始開創 散到最後我們管不住 然後裡面教了東西 我們不知道教什麼東西 然後以及聚會方式的散慢 一開始我們覺得很自由啊 就沒有這些傳統型的框架規則 所以你可以很自由的敬拜 以及分享 弟兄姐妹這樣分享 結果搞到最後 有人根本就是在hang out而已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去學習 為什麼很多前輩們 都是談宣教慢慢來 為什麼很多前輩們談要處境化 花幾年的時間學語言 為什麼前輩們談說 要很多的事情其實慢才是真正的快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們必須要謙卑自己 知道說很多很多的機構已經走過的路 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那當然反向也是 我們來談談這個新的時代 可以怎麼樣去挑戰我們過往一直以來的做事方式 我們來談談這種所謂的愛心的事工 在未開發的地區 其實很多時候宣教士遵循神的旨意 做了很多詞彙的事工 就是為了這些孤兒寡婦所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個現實是這樣 我跟大家講一下 在宣教工廠當中 我們可以看見 因為宣教士到了一個地區 哇 旱災 所以就想要挖水井 喔 孩子們很貧窮 所以就處理貧窮的問題 喔 或者是沒有教育 那我們就來蓋學校 其實每一個東西都是專業 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困難的議題 而我們處於一個 喔 有愛心 我們就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沒有去看中最後它的成效到底是如何 我今天跟大家很誠實的講幾件事情 喔 在宣教前線的時候 很多時候大家在談 喔 社會企業 我們用社會企業的方式 進入到這個社區來去做生意 其實我看過百分之八九十的基督徒在前線的這些工作 都是賠錢的啦 因為生意本身就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 那大家都在前線在賠錢在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很多談飢餓問題 發食物發食物 但是其實是沒有長久的規劃去解決飲食貧窮的議題 或者談教育 喔 我們蓋個學校 其實學校蓋下去之後最難的是什麼 還是生意啊 是要經營它的學校 我們在偏鄉最常看見的就是學校為了要做善事 然後就給了一群很窮的學生來上課 然後學生付不起薪水 學生付不起錢 老師就沒有薪水 然後老師就從高中生變成國中畢業就可以 變成國小畢業就可以來當老師 然後品質越來越差 然後村民覺得說 那我孩子去讀書幹嘛也沒有用 所以就是一個一直越來越糟糕的循環 那回過頭來還是要談管理議題 但這個時候 但這個時候教會可能就會說什麼 上帝看見我們的心意 我們不是在看數字的 我們是在談愛的 所以我們這邊都自己人 所以有一次我曾經在台灣的那個 NPO的峰會裡面 或者是在這些真的在談 人到援助的工作裡面 我曾經聽過一句話 這個我們自己提醒自己 他們說宗教圈子 基督教圈子的這些人到救援工作 其實財務是很不透明的 其實策略跟評估跟管理是很不清楚的 當世界的下一個時代都在談SDGs 怎麼樣更永續的去解決這些核心的議題的時候 當世界都在談SROI 也就是你的每一塊捐款 最後所能夠造成的影響力有多大的時候 我們還在談愛心 我們還在談 我們到底怎麼去看這些援助的評估到最後 所以我們自己也需要去學習 在我的機構裡面 我們自己一直不斷的在學習 怎麼樣創造在地的經濟系統 舉例來講怎麼樣教一個社區的學校 自己從有機農耕種植當中 教他們去創業做生意 以致到他們可以自己買 自己有錢可以到蓋學校 或者是在沙澡的影響當中 我們怎麼教當地團隊去鋪地板 然後幫他們創業做生意 創出技師 然後開始賣便宜的地板 然後到他們可以經濟自給自足 或者在索馬利蘭 我們挖了一個集水壩 那集水壩的過程當中 當地人非常非常的乾旱 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要去買水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一個集水壩 弄過濾器 提供更好的水 更便宜的水 然後這個基金 再變成當地旁邊 開始做更多更多的社會建設 那更重要的是 這一個團隊 它自己本身就有足夠的經費 去長久的去自給自足的運作 甚至到最後 其實我們可以談很多的探權 大家知不知道歐盟 最近要求非常大的公司探權這個議題 這是國際上的議題 而我們在這些做宣教前線的 其實都有資格去申請 世界上最有名的探權的東西 但我們是不是在回應下一個時代的需要 或者甚至學習下一個時代的對談的東西 那所以我想最終最終 我們還是要學習謙卑自己 知道我們每一個人在我們的處境當中 都有可以給予的東西 也都有可以學習的東西 千萬不要還不知道之前 就有一個想法是說 年輕人太嫩了 年輕人衝來衝去做事太亂來了 或者說老人家做法都太僵化了 都沒有創意 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我們就喪失掉 可以對彼此學習的機會 所以第二個關鍵是 要願意彼此學習 最後最後 也是今天一整天 其實我一直都聽到 其實我今天坐在下面聽的時候 都覺得說完蛋了 我要講的東西 大家都在那邊一直重複 就是要保持謙卑 真的要保持謙卑 在剛剛我們談到這個 剛剛我們談到 弗里比書裡面 其實就繼續讀下來 我們就看得到耶穌 其實就是最好的謙卑的樣式 跟學習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在領袖力這個議題上面 有一個很有名的演講 是Margaret Hefferman 她在一個Ted Talk上面 她講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她說 在談團隊跟合作 跟領袖力的時候 她做了一個實驗 她就找了一群雞 然後呢 這一群雞裡面 最會生雞蛋的 生產力最高的 就把它挑出來 然後再讓他們生 生生生生生 生最多雞的 再挑出來 所以你想像這個 這個東西 就重複了六次 她就挑挑挑挑挑 挑到最後 一定是最有生產力的一群雞 他們就叫它 Super Chicken 就是最會生蛋的雞啊 然後他們就拿這群 Super Chicken 跟一般的雞來比較 最後看這生產力 到底差多少 你們猜差多少 我告訴你 最後一般的雞贏了 生的比較多蛋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說怎麼會這樣子 最後去研究 那些Super Chicken 太猛了啦 每一個人都很 競爭力很強 互相佐死掉了 所以就最後輸了 所以他要談的是 在一個團隊 在一個群體合作的過程當中 你越是要表現 你越是要贏別人 你的團隊就越輸 所以轉頭 跟你隔壁說一下 不要當Super Chicken 我們要學習基督的樣式喔 真的是成為一個仆人 幫媽媽按下一頁一下 謝謝 所以我想我們要學習基督的樣式 真的是當一個仆人 如果我們真的要在這邊當大的 其實就是要做眾人的仆人 那最後跟大家講一個 我們真的必須要保持謙卑的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個方式喔 我曾經聽過Tim Keller牧師喔 他就提告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 你自己在哪裡 你就往回頭看 你時間拉了夠遠 你就知道 你自己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我就想到我20歲的時候 那時候剛信耶穌 然後跟著一個流氓牧師 我們就在澳洲的街頭 傳福音 Open Air Preaching 啊 耶穌才是主啊 一定要把你一切獻上 我那時候覺得自己很猛 懂很多啊 然後五年之後 25歲的我 回到台灣跟了一個 算是學者型的牧師 才真的開始讀聖經 才自己覺得說 原來我以前什麼都不懂 然後在路邊喊得很厲害 以前真的什麼都不懂 那後來再過了五年之後 30歲了 創辦了救協救命 開始在國際宣教的議題上面 跟更多的宣教機構合作 然後我才發現說 哇 25歲的我 根本什麼都不懂啊 那時候開始讀點聖經 就以為自己很會啊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現在的我又過了五年了 35 36歲了 我再去回頭看 我剛創立救協救命的 30歲的我 還會覺得怎麼樣 那什麼都不懂啊 當時 我就自己創了一個協會 以為自己很會 結果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十年之後 犯了很多的錯之後 才發現 五年前的我 根本什麼都不懂 現在的我35歲 36歲了 你們猜猜看 我如果自以為自己很會 在那邊當講員 五年後的我 看著現在的我 嘴巴裡面說出來的 你猜他會說什麼 有人你什麼都不懂啊 是以為很厲害 所以我想我提醒我們自己 跟我們彼此 不管你現在幾歲 五年後的你 未來的你 一定會學習更多 長得更大 你回頭看 你一定會覺得現在的你 還有很多是不懂的 所以千萬千萬 要保持一個謙卑的態度 向我們的長輩 去學習他們過往的經驗 向我們的晚輩 去學習他們這個時代 對話的方式跟工具 最後讓我們看到最後一頁 我想真正要踏出 那第一步合作的關係 就是要讓我們 把對方的標籤撕掉 保持謙卑 開始向彼此學習 謝謝大家